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结束了 啊 说完了 这就完了呀 唉 又是一本烂尾小说 难怪没人看 作者啊 你真应该写我 你唯一的读者爸爸 写的都是什么垃圾啊 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什么深渊怪物 看来又是业主集体抗议闹事了 唉 都说现在不能买新楼 到处都是坑爹开发商 这么紧 让一下谢谢 让一下谢谢 啊 是这里 没错呀 楼呢 楼呢 什么狗皮垃圾地厂商啊 盖房子不行 拆房子是真 必须举报 老子辛辛苦苦凑出的首富 绝不能这样打了水漂 一夜之间拆掉一座烂尾楼 现在的建造水平 已经这么离谱了吗 哎 每次都是这一出 能不能玩点其他的 哈哈 好兄弟听我说 这次不一样 哦 长婷 世界末日要来了 啊 唉 昨晚又通宵打游戏了 我是说真的 来来来 你看这些帖子 你好好看看吧 看到了吗 全国各地一夜之间 都出现了楼盘集体消失的情况 你真觉得这是巧合吗 应该是巧合吧 你不觉得现在的情况 特别像小说里 怪兽来袭前的征兆吗 怪兽来袭 不是吧 都要世界末日了 你却还想着看小说 下架了 这本小说的开头 便是国内出现了 大量烂尾楼消失的离奇事件 而小说的男主角来到学校后 同样是男主角的发小 告诉男主世界末日要来了 这一切 已经不是单纯的巧合 能够解释得通了 这种事情真的可能存在吗 小说要成为现实了 诶 长婷 你这是要逃课吗 帮我请个病假 出息了 我最好的兄弟终于出息了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帮你请假的 你 按照小说描写的画面 这些消失了烂尾楼 为了由下一座地鸡 这些地鸡 正是一世界怪兽来袭的传送阵 如果小说描述 真的成为了现实 那这座地鸡 就是一号传送阵 真的是一号传送阵 小伙子 你也是被无良的房地产骗了吧 别太难过了 你还年轻 按照小说的描述 这是一个叫做伸冤的传送阵 这座地鸡 全部都是一号序列 今夜零点 一种名为渊种的生物 将会从深渊中出现 所谓的渊种 形态千奇百怪 随着深渊序号的提高 渊种的恐怖程度 也随之提高 一到十等级的渊种 是人类目前兵器 完全可以对抗的程度 但是 从十一开始 渊种便会产生惊天动地的变化 寻常的冷兵器与热武器 无法对渊种造成任何伤害 唯一能对他们造成伤害的方法 只有两种 那便是通过击杀渊种 得到来自神秘世界的奖励 这些奖励 包括特殊的战斗兵器 能够令人类变强的一能 只有依靠这些 人类才能与渊种进行战斗 按照小说中的故事情节 第一座深渊出现的一级渊种 是一种类似大型犬的生物 这种生物 依靠牙齿和利爪 进行攻击 但行动迟缓 很容易被击杀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或许可以 尝试拿到手杀奖励 按照书中的描述 全世界第一个击杀渊种的人 会得到一份手杀奖励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份手杀奖励 能够大幅度强化肉身 拥有了强悍的肉身 在面对二级深渊的时候 会有着巨大的提升 甚至 在别人还需要组队攻略二级深渊的时候 我已经可以独自击杀 三级深渊的冤种 虽然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 既然无法避免 那就只能全力变强 唉 又疯了一个 老板 我要这些 对付一级冤种最好的方式 便是长枪类武器 只要将这些钢管拼接 再组装上一把水果刀就可以了 至于这些铁皮 可以包裹在身上保护自己 组成一个简单的铠甲 他居然逃客了 老爸这是在干嘛 刚出门就来电话 闺女啊 你骂字是刀架呀 老爹有大字要和你算 知道了知道了 在家等我 可以 虽然有些难受 但总比什么都没有强 接下来 只需要组装武器就可以了 还有点紧张 希望一切能够顺利 现在是二十三点四十分 很好 没有人 还有二十分钟 一定要拿到首杀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这就是冤种 一席冤种 一席冤种 一般会采用快速铺鸡的方式 只要在他铺鞋的瞬间躲开 就能够直接刺删他的腰部 浪尖 一定要浪尖 抓住机会 一袭必杀 好快 给我去死 成功 成功了 死了 不对 冤种死亡后 会掉落冤石 现在的我 既没有收到首杀提示 也没有看到冤石 那就是说 你这家伙真狡猾 但是可惜啊 你装刺是没有用的 会静静地等你死去 恭喜人类编码名义 你成功夺取冤冢手杀 获得手杀称号奖励孤高之魂 手杀拿到了 是否激活称号孤高之魂 激活 这就结束了 不愧是手杀奖励 接下来就让我试试看 肉身强化究竟能达到怎样的程度 这么狠 而且啊 毫无痛感 那接下来 就看看这份冤石 能为我带来什么样的能力 这是空间系能力 空间系能力 能够储存非生命体 目前能力等级一级 猎神之剑等级一 效果一 肉身强化成二 效果二 流血 对目标造成持续流血 每秒下降目标最大生命力百分之一 瘦身强化 还有百分比流血 称号带来到肉体强化 再加上这把猎神之剑 已经让我的起点 比所有人都要高 再加上 我已经拿到了 接下来事态走向的 所有基本 爱奇渊重 会在三千号降临 长亭 哎哟 我感觉怎么 你好像有点 不一样了 你知道吗 世界末日真的要来了 你看到网上的信息了吗 就在昨晚 好多人都看到了怪物 不仅仅是咱们国家 就连国外都一样 外网上 甚至有人贴出了怪兽的图片 可惜没多久就被封掉了 刚好 我保留了一张 你看 这家伙是国外一个退役特种兵 按照他的说法 这个怪兽是从一个烂尾楼地基里凭空出现的 而且 你猜猜他杀掉怪兽以后 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 他说他得到了一个神秘的奖励 超能力 超能力 你懂吗 他掌握了雷电 长亭 我认为他没有说谎 这对咱哥俩来说 是个天大的机会 虽然已经错过了第一次的机会 但是据我分析 怪兽一定会再次出现的 下一次咱们哥俩联手 争取也换个超能力玩玩 好 好 同学们 关于今天网络上出现的谣言 希望大家不信谣不传谣 也不要再反复的议论 对你们来说 学习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三天后 您就不会这么认为了 长亭 难道你 今天的知识点很重要 是必考题 希望大家认真复习 有不懂的地方 随时来找老师 终于下课了 跟我出来 我有事问你 什么情况呀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我该怎么和你说呢 从今天起 你我歌袍断意 恩断一绝 再见 别闹了 我以为我们是最好的兄弟 原来只是我一厢情愿罢了 本来打算晚点告诉你的 但是你要保证 这件事情 你绝对不能告诉第三个人 你放心 我和你还不相信吗 看好了 昨晚 我已经搞定了一只怪兽 也得到了相应的能力 我的妈呀 原来男生的友谊 也很亲密呢 三天后 新的怪物将会出现 出现的地点 我已经知道了 到时候 我会帮助你干掉它 这样你也能够得到这份能力 承听 这些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天机 特可泄露 第二座深渊 会出现在三十公里外的一处废弃工厂内 与第一座深渊不同 第二座深渊会出现两只渊种 一直是猿猴形态 速度极快 会使用力扰作为武器 瞬间切断人类的咽猴 但相对的 这只渊种几乎没有任何防御能力 单纯的身体来看 与寻常的小猴子 没有太大的区别 至于第二只渊种 则类似于银背搭星星 虽然速度很慢 但是却有极为强大的防御力 以及破坏力 不过现在的我 无论力量还是速度 都远远超过了这两只渊种 只要瞬间击杀第一只 让我将第二只打残 剩下的 就挑给连承宇来最后一接 就可以了 长婷 长婷 怎么了 王大妈 急匆匆的 晚上跟大妈回家吃饭 王大妈 是不是我舅舅又来了 你这孩子从小就聪明 什么都瞒不过你 你舅舅那个人你也知道 这段时间一直惦记着你家的房子 你实在力薄的 还是不要和他起冲突 能躲就躲一躲吧 王大妈 该来的总会来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挺好的孩子 为什么命这么苦的 这五十块钱 就当做是舅舅的一点心意了 你说好 千万别嫌少 还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去收拾东西啊 滚出我家 拿着一份伪造的遗嘱 为所欲为 你们父子两个 还真是恶心到家了 放屁 你说我伪造 你有证据吗 有本事就去起诉 老子这么多年的人脉 就不信你搞得赢 老爷子还在的时候 全靠我和我妈照顾 你们父子俩出过一份力吗 老爷子病重在医院 哪一天不是我们母子俩 守在床边照顾 贵得给老爷子看病 我妈打了四份工 我做了三份兼职 而你们呢 一个烂酒鬼 一个烂毒鬼 不出人不出钱 甚至还要经常来家里掏钱 做人做成你们这样 还真是丢人 说这么多有用吗 遗嘱在我们手里 这房子就是我们的 我还是那句话 要么就去起诉我 要么就乖乖滚蛋 说得冠冕堂皇 你们母子还不是为了这套房子呀 依我看你妈就是遭了报应 才被车撞死 你们一家子都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你就是一个野种 你妈就是一个臭婊子 还跟我在这里高大伤起来 什么狗东西啊 修回你的话 怎么着说到你的痛处了呀 来呀 废物 怎么着你还真敢对长辈动手 来来来来 今天看老子打不死你 你疼吗 我要报警 我要让你坐牢 我能飞 还真敢动手 疼死了 爸 这骨气不能就这么认了 你不是认识王所长吗 我就要让长廷进去 随着第二波冤种的来袭 整个世界将会真正的走向改变 在此之前 就不要多声势端了 毕竟现在的司法系统 并没有重塑 但是三天后 希望老爷子在地下 能给你们点好脸色看 还剩下三天时间 好好享受生活吧 这小子 放弃抢我们的房子了 妈的 晚了 爸 快给王所长打电话 一个大床房 住三天 小伙子 来出差 要不要点个按摩呀 我这里的姑娘 可都是一等一的 不用 不用 感觉不对劲 要不要换一家 但是这里是距离第二座深渊 最近的宾馆了 你这小孩别害羞呀 交给大妈了 今天晚上 帮你舒服 真不要啊 啊 二楼二零八 先别着急拒绝 没准儿 等会儿你就迫不及待了 这该死的小驴滚 一无求 不一无求 才要两天就行了 大小姐 这是距离目标最近的酒店 还请您忍耐一下 烦死我 白衣 这件事 你究竟怎么看 根据声音和语气判断 应该是逢场作戏罢了 对面男人的呼吸告诉我 不超过十秒钟 就会结 白衣 你在说什么呀 我说的是那个飞机工厂的事情 那你不说清楚 根据家主收集到的情报来看 我们的世界 已经出现了惊人的变化 而能否在变化后的世界存活下去 最关键的 就是击杀那些来历不明的怪兽 所以小秋 这一次 我一定会帮助你成功击杀 是让你得到未来能够立足的能力 结束 时间刚好 白衣 长亭 会有危险吗 放心 二级猿种还不足以对我产生危险 你只需要保护好自己即可 长亭 要真出了危险 你就 你就把怪兽引开 让我先跑 你放心 不会 你真是我的好兄弟呀 那可不 还剩下三十分钟 长亭 你说如果还有别的人前来欺杀猿种 那该怎么办 放心吧 不会的 据小说内容 这一次的二级猿种 经过了漫长的一夜 都没有被斩杀 随后 猿种冲入城区 彻底让世人见识到了这世界的变化 川亭 怎么 那 那不是沐秋吗 这不可能 内容明明不是这样的 原来是这样 我真愚蠢 二级猿种 并不是没有人发现 而是前来斩杀二级猿种的人 被杀了 又或者是 失败而归 我之前就听说 沐秋家里似乎有些不得了的势力 你看到旁边那个女人了吗 感觉就像是特种兵 你说 沐秋会不会也得到了能力 或者 得到能力的 是那个冷艳少夫 无论如何 二级猿种 我都不会拱手让人 白衣 怪兽就是会从这个数字里出来吗 根据情报 只要到了零点 这里就会出现一个 类似魔法针的东西 随后 怪物会从魔法针出现 怪物的肉身强度会比较高 这是我们严格计算后做出的炸弹 应该足以将其重创 而不是直接杀死怪物 等到怪物中伤 就由你来完成最后一击 嗯 长 长婷 我们一定要在这里吗 你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嗯 没有 使用炸弹作为武器吗 看来无论是沐秋还是这个女人 都没有得到能力 可惜的是 这样的小型炸弹 或许可以重创第一只猿种 但是对第二只猿种 根本无法造成致命伤害 反而会使其狂暴 不过这样也好 重创第一只猿种后 我只需要专心对付第二头傻猩猩就好了 五 四 三 二 一 零 虎之 就是些 一个 genetichead 没有造成傷害 咦 主力这已经重伤亡 哈 啊 啊 哎小 小秋快走 啊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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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痛啊 小秋 趕緊走 太極冤爭不是你們能應對的 你 你 張婷 你為什麼會在這裡 不需要回你解釋 立刻離開這裡 啊 十倍的身體強化 竟然都只能和他五五看嗎 啊 該結束了 恭喜人類編馬01 你成功擊殺了二級冤種 你怎麼還不下來啊 等什麼呢 我怎麼下來啊 嘻 你好沒用啊 太揪人了 啊 啊 秋馬 幹掉他 請等一下 你們怎麼還沒走 長廷 剛才謝謝你 長廷同學 很感激你剛才救了小秋 我 想都不要想 這一隻冤種 我是不會讓出來的 我會開出一個你無法拒絕的條件 長廷 你要不要 別磨磨蹭蹭的 這是我答應你的 快動手 好 恭喜人類編號1666 你成功擊殺了二級冤種 這是什麼玩意兒 別大驚小怪 白衣我們走吧 長廷同學 我覺得我們還可以聊聊 看樣子你所掌握的情報 甚至超過了我們 但是你放心 這是屬於你的秘密 我們不過多問 所以 我想委託你 幫助我們獵殺下一次出現的怪物 至於報酬 你可以隨便開 我相信在這座城市 還沒有沐家做不到的事情 我需要考慮一下 但是現在你們該離開了 好 如果你想通了 隨時可以聯繫小秋 唉 和我一樣 將這枚石頭吃掉 咕高之魂 效果一 肉身強化 獲得十倍人體最大力量增幅 十倍堅硬度 效果二 神經反應能力強化 獲得兩倍人體極限反應能力 能力提升百分之十 提升的百分之十嘛 還不錯 別發呆了 你的能力是什麼 我的能力是鷹眼 最大視力範圍提升兩千米 好像並沒有什麼用 居然是鷹眼 你小子捡到寶了 是這樣嗎 哈哈哈 手槍歸你了 火之強級等級 效果 有效射程五百米 造成基礎肉身強度百分之十傷害 附帶點燃目標 降低目標百分之十移動能力 火元素彈五枚 子彈補充時間十秒每刻 屬性還不錯 你的武器能力是什麼 是精準 視力範圍內百分百命中 第五槍附帶最大生命的百分之十傷害 厲害啊 長丁 這一切多虧了你啊 從明天開始 世界就要大變了 接下來就是屬於咱哥倆的時代 家主抱歉 是我的疏忽 沒有幫助大小姐得到特殊的能力 嗯 是穆秋的同學 叫做長亭 您放心 一天內 我會調查清楚她所有的背景 長亭 我們今晚確定就住在這裡嗎 我已經住了兩天了 你現在還是要認吧 習慣就好 我身上就還有五百多塊 你還有錢嗎 還剩下不少 不過很快 現在的貨幣體系 將會徹底被推翻 咿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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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住啊 吃饭吧 吃完抓紧睡觉 八小时后 准备迎接新世界的到来 极品啊 今天早上八点 全世界的太阳 将会在同一时间消失 学而代之的是一轮绿色的太阳 书中称其为 绿药日 随着绿药日的出现 整个世界被笼罩在一片绿色之中 一道神秘的声音 会传入所有人的耳中 告诉大家 地球已经成了冤种的游乐园 各国政府纷纷开启紧急会议 也正是随着绿药日的出现 全世界都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 而在第三组 第四座深渊出现后 越来越多的能力者诞生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世界彻底改变 全球五大国家联合起来 成立了特殊应对小组 并且开始了最早起的能者培训基地 全球的科学家 也纷纷放下国籍成剑 一同研发 能够对抗冤种的新型武器 只可惜并没有成功 人类的武器运作冤者 根本起不到任何的用处 肯定 你说咱们这里有多少能力者吗 应该不算多吧 你在里边应该是最强的吧 我呢 我能排多少 目前全球不超过两百名能力者 单论能力 你最差也能排到前三十吧 啊 长廷 前三十 那我岂不是可以为所欲为 呼风唤雨了 喂 怎么了 我出去一下 长廷 看来我猜得没错 你的确是重生者 可恶 为什么这个重生者不是我 好像是个外来户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接客 模样身段都是极品 完全可以去更好的地方 真是搞不动 果然是 果然是他 小子 你认识他 姐 他房间号多少 客人的信息 我能随便数 502 谢谢大姐 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以后若成活不下去了 想办法联系我 女小子 阻止谁呢 按照书中的内容 这个世界上 一共有12位最顶级的能力者 他们每一个都有独自毁灭一座城市的能力 也被称之为12天星 十二天星的能力全都是按照星座命名的 而其中有一位女性的能力是天蝎毁灭者 所以她也自称天蝎 在十二人里面也能排得上前往 就算是书中 都没有明确地写过这位女子的名字叫什么 也没有人知道她的来历和过去 但是她的后背有一片荆棘玫瑰 由于天蝎对男人极其残忍 最大的乐趣就是羞辱 折磨男性 并且俊养男性后宫 所以不少人猜测 天蝎的过去可能是特殊之业 所以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出于对曾经生活的不满和报复 荆棘玫瑰 特殊之业 至少有五成的概率 她就是天蝎 可就算她是天蝎 我要说什么呢 她的心中对男人一定是充满仇恨的 我能预计交好吗 这不是刚才的小弟弟吗 你好 你跟踪我 没有 三千一次不讲价哦 你误会了 再见 这小子不对劲 看来这里不能再待下去了 搞不定啊 罢了 接下来 就静静地等待八点的来临 潘亭啊 就不能让我再多睡一会儿吗 还有一分钟 你是说 开始吧 是我最近太累了吗 太阳怎么变成绿色了 我 我也看到了绿色的太阳 到底是什么情况 你们是拍恶狗节目的吧 别吓我 困死我了 本来可以美美地睡到中午呢 多怪那个来历不明的小子 前面就是新的酒店 我要美美地睡一觉 绿色的太阳 医生可没说 癌症患者会出现色萌的情况 不过 这个真美 做好心理准备 愚昔者会在的地球人们 早上好 想必你们已经收到了我所带的礼物 你们中的不少人 也已经拥有了远远凌驾于地球人之上的能力 所以 今才是游戏正式成立 游戏的名称为 远种之战 之前降临在地球上的 是一种名为深渊的魔法阵 而魔法阵之中所出现的怪物 名为渊种 击杀渊种将会得到超越人类的能力 深渊会随时出现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深渊的编号 一到九十九 每一次都将会出现九百九十九座 而每一座深渊之中 会随即出现一到九十渊种 正义的规则就是 击退全部的深渊渊种 作为人类的胜利 说得够多了 玩游戏如果掌握了太多的信息 那可就没意思 那么 就各位人类 玩得开心 长田 人类最终获得了胜利 对吗 做好心理准备 这一次 一定会的 这一次 诸位 根据全球各大国家一致调查结果显示 本次世界已基本属实 地球即将沦为神秘生物的游乐场 我就不信这些所谓的怪物能扛得住无穷无尽的热武器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种碳级生物能够在火力覆盖之下存活 我建议立刻对全国进行军事介入 在这些所谓的深渊出现的第一瞬间 由我们官方出手将其歼灭 尽量避免牵扯到无辜的百姓 不妥 根据我们最新得到的情报 第二次的深渊之中 已经出现了可以抵御小型热武器的游种 按照这样的节奏 下一次出现的游种 或许能够抵御大型热武器 也说不准 那你说怎么办 成立 异能小队 将获得所谓特殊能力的人 全部集中起来 成为正规军 对抗游种 我认为文风说的没错 这些能力者 既是我们包围地球的力量 但也是一种不可控的因素 只有将其凝聚起来 才能更好地管理 这件事就交给文风来办 万里发生这样的事 国家一定会在短时间 出现大量的变化 国内的维稳就交给你了 是 成婷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 很快全世界 就会对此做出应对 一个专门对抗渊种的组织 会随之出现 我们要加入官方吗 不 我们不加入官方组织 而是选择成为与其合作的佣兵 根据小说中的路线 书中的主角 正是因为前期加入了官方 从而行动受限 错过了很多的资源与机遇 而我 绝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加入官方固然有很多好处 但是我们的行动也会受到限制 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的 只不过你可千万不要变成一个大坏人 我们兄弟两个可是要当拯救世界的英雄 放心吧 每天里 老子刚拿到房子 好日子才要来 该死的 这个时候出现怪兽 成心不让老子好过 本来可以早点享受的 都怪长亭那个小杂种 他真该死 儿子 事到如今也没辙了 咱爷俩就抓尽时间好好过日子吧 小崽子酒量下降了 这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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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犯罪 你 你杀人 你杀人了 我知道 我可是你亲舅舅 你 你不能再这样错下去了 我们 可是血浓于水的亲人 亲人 我妈活着的时候 你们百分侵入我们不死 我妈住下住院 你们非得一分钱不出 还在病房内 诅咒她早点去死 我妈去时候 你们还想办法要将她和老爷子 丢给我回忆的房子去为己有 这就是你所谓的亲人 如果不是为了不辜负我妈 我要好好的活下去 你以为你们父子两个 真的能活到现在吗 别 别傻我 求你原谅我 我知错了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一个惊天的秘密 原谅你 是我妈和老爷子的事 而我 是父子送你们去见他们 我知道是谁 撞死了你妈 我知道是谁 撞死了你妈 是谁 这 就是王所长的侄子 那天 他喝多了 才不小心撞到了你妈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我就说 为什么过去了这么多年 都始终找不到 肇事者的一丁点信息 我 我都告诉你了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高约的小杂种 老子不会放过你的 小场面罢了 以后你总会习惯的 是啊 来吧 帮我整理一些行李 准备出发了 半个月的时间 足够让你彻底 掌握鹰眼的能力 做好准备了吗 准备就绪 出发 想不到 长廷居然同意了我们的请求 这一次 一定会帮助你成功猎杀渊种 得到能力 不过长廷还真是神秘呢 想不到原来我的同学 居然隐藏得这么深 真不知道他的背景究竟是什么样的 我都用了全部的关系 也没有查到长廷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但能够知道的是 他的背景绝对不简单 前面就是长廷说的那座飞机工厂了 只不过那个人 是谁啊 你们来了 你 你是连成羽 才几天不见 你就不认识我了 这情报来看 拥有能力的人 无论是外形还是样貌 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微妙的变化 但是你这个 确实变化有点太大了 别臭美了 上车 出发 怎么还装上高手了 长廷 我们接下来去哪里 第三座深渊 会在今天凌晨出现在隔壁的A室 具体出现的位置 是A室的废弃双子塔地下车库 目标锁定 出发 果然有深渊的标志 周围的排查都做好了吗 放心吧 全部排查过了 这里没有任何人活动过的痕迹 那就好 还有半个小时三级冤状就会出现 到时候你们保护好自己 剩下的就交给我 喂 难道不是交给我们吗 啊 你可千万不要掉链子啊 来了 好像很大的样子啊 别紧张 还记得我和你说过什么吗 这次的冤种是一种史莱姆生物 它的攻击手段分别有两种 分别是从口中吐出具有腐蚀性的酸液 以及利用触手无差别攻击 我会在第一时间将它所有的触手全部打断 而你则是给它致命隐积 没错吧 嗯 你 好恶心的家伙 这家伙 你糊糊的 素着素绝吧 给我 给我 做 你们可以过来了 交给你了 嗯 躲开 这里还有别人 这怎么可能 哼 给你们捡回了一条命呢 这怪物 是属于我的 这就是你说的空无一人 看来你们的情报能力 并不能令人信赖 对不起 是我的失误 喂喂喂 事到如今可不是互相推脱责任的时候 快滚 根据书中的内容 位于A市的第三座深渊 并不会被人盯上 只到第四座深渊出现 才有一位能力者 在这里意外发现了这只渊种 并将其击杀 小子 还不走 是因为 蝴蝶效应吗 唉 小子 你在探什么去 没什么 只不过目前的这种状况 我已经提前预料到了 哼 能够控制铁球 应该是操纵系的能力 可肉体居然也这么强 这个世界还真是不得了 两个小玩偶都变得这么厉害了 第五枪 没用 大叔 水平不够就不要学人家吹牛 你已经失去了一条手臂 放弃抵抗 我不会杀你的 乔宇 看样子 你的能力应该是提升力量 等光有力量可是不够的 不准动 小姑娘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早就说让你们快点滚 为什么不肯听前辈的话呢 也不知道现在去医院治疗伤口 还需不需要花钱 喂 等等 一点事都没有吗 长云 长云 你的手怎么样了 赢了 还能等 看来是没短 这段时间的特训 果然是有效果的 抓紧时间击杀冤主 然后离开这里 将这名冤士吃掉 剩下的疑问 回头再说 现在先离开 这 这就是我的能力吗 别愣着了 走 好 这小子怎么回事 力气这么大 喂 怎么去了这么久 发生了什么意外 别提了 老马尸体 被两个小娃娃揍了一顿 脸都被人家打成猪头了 唉 不说了 我这就回来 真是晦气 太晦气了 大叔 怎么被人打成这样子了 哎 是 还有能够把你打成这样的能力者 队长 你先擦擦嘴巴 别提了 那两个小屁孩都不简单 其中一个玩枪的 上来就打断了我一条手臂 另一个就更吓人了 就用了一拳 直接把我打晕了 能够一拳打晕你 得到的恐怕也是力量系的能力 若是能够将他们拉拢过来 或许是个不错的战力 要去你们去 我可不想再被那两个小子打一顿 玫瑰 这件事交给你了 我说过多少次了 叫我天蝎 好端端的一个美人 非要叫什么蝎子 也不知道你怎么想 小心我杀了你 能的话试试看 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就不能消停点吗 再吵就把你们都宰了 讨厌 队长只会吓唬人 不吵就是了 一切替你安排 真是个恶鬼队长 玫瑰 我只给你三天时间 如果对方不愿意加入 那么就都干掉吧 是 只是有一些轻微的鼓励 休息一段时间 很快就会痊愈了 麻烦你了 张医生 放心吧 白队长没有伤到内脏 至于这位小兄弟 只是肌肉损伤 骨骼完全没事 那是当人 也不看看我是谁 疼疼疼疼 疼 疼疼疼 这人谁的朋友 反正我不说 小姐 那我先离开了 有事情要再喊我 好的 辛苦你了 长平 这次 这次是我们办事不灵 不用在意 不说这些了 你的能力是什么 我给你们看看 看你的表情 应该是不错的能力了 哦 控火的能力 不是控火 是 元素掌控 太酷了 是吧 是吧 按照书中所描述 元素性能力分为单元素 多元素 以及全元素 单元素 自然是只能使用一种元素力量 多元素 则可以使用二大三种 至于全元素 书中曾经描述过一位全元素的能力者 这位能力者 虽然很早就死去了 但其战斗力 绝不若以那最强的十二人 长平 我似乎 得到了很强大的力量 水火元素 可以用来攻击 木元素 则是治疗 古元素可以防护 而金元素可以强化武器 木丘 我们可以交换一下能力吗 并不能 别丢人见影了 长平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这里 有一条内幕消息哦 说说看 国家已经开始着手准备 成立专门的特殊小组 用来对抗渊种 目前已经开始小范围招募第一批的能力者 我已经准备加入小组 希望你们也可以一起加入进来 对抗渊种 守护我们的地球 抱歉 我暂时没有加入官方的想法 已经开始了 国家的速度果然很快 长平 加入官方并没有什么坏处 虽然你很强 但是接下来的渊种会一批一批的出现 仅靠个人的力量 无论是危险还是后勤都很难以保障 如果加入官方 不仅有战斗队友的帮助 还有这非常完美的后勤体系 但是 会失去自有行动的机会 不用再说了 我是不会加入官方的 不过你可以放心 就算不加入官方 我也会一同对抗渊种 保卫我自己的国家 好吧 真是可惜 长平 如果你以后改变了想法 可以随时联系我 还有 如果有什么需求 也可以随时和我说 我还真有一些需求 我需要 我需要一笔钱 要多少 我沐家或许别的没有 但是钱 管够 一个亿可以吗 是不是太多了 那五千万也行 长平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有阴谋啊 你想多了 绝对没有 行吧 我相信你 一个亿没有问题 你把卡号发给我 我来安排 这 真给啊 不然呢 不愧是木大小姐 豪气 那我们就先走了 久别再见 啊 啊 啊 这么急吗 长平 你的伤还没养好呢 没事 这点小伤 死不掉 喂喂喂 你是不是应该先问问我的意见 长平需要这么一大笔钱 到底想要干什么呢 没钱理 难道是 没人家呢 他想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势力 长平 你不是说很快 现在的货币体系就会失效吗 要这么多钱的意义是什么呢 这不是还没有失效吗 我们要建立自己的佣兵组织 没有钱怎么行 那以后你就是队长 我是副队长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当然是先买一处基地了 你二舅不是做房地产生意的吗 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要求有两个 第一 柜子要偏僻隐蔽 最好是在山里 而且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造 这二点一定要保密 必要时可以威胁一下你二舅 你好像个大恶人 唉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不过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现在我们要干什么 距离下一座深渊出现 还有一段时间 当然是继续套训了 Oh no 为了应对这场渊种之战 就联合成立对渊种特种部门 齐心协力保卫地球 昨日 我博已完成特种部门基础搭建 陷于A B C D E A六座城市拍起 具体位置人下 长廷啊 我们要不要去看看热闹 没有必要 我们的基地怎么样了 还需要半个月 才能完成你需要的改建 长廷啊 下一座神员什么时候出现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们要不要去看看热闹 没有必要 我们的基地怎么样了 还需要半个月 才能完成你需要的改建 长廷啊 下一座神员什么时候出现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还有三天 说起来也是时候准备出发了 终于找到你们了 知不知道因为你们两个 我被队长整整骂了清天 笑不是 可就算他是天蜥 我要说什么呢 他的心中对男人一定是充满仇恨的 我能预期交红吗 是你 小弟弟 原来你也得到了能力啊 对的太阳 医生可没说 癌症患症会出现色盲的情况 不过 这个真美 哎 长廷 你什么时候认识了这么一个大美女 她果然就是天仙 只是 她为什么会找上门来 吃饭吧 吃完抓紧睡觉 八小之后 准备迎接新世界的到来 嗯 有水吗 咳死我了 有 有有有 这个小弟弟也挺帅的嘛 有女朋友了吗 你觉得姐姐怎么样 你来做什么 那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我叫天蝎 来自十二星团雇佣兵 之前被你们揍了一顿的大星星 就是我们的队员 你是来复仇的 你这小孩 警惕心不要这么重 姐姐没有敌意 只是想问问 你们要不要加入我们十二星团 噓 先别说话 我们队长说过了 说过你们不愿意 只能将你们杀掉了 所以 我希望你们能考虑清楚 你就只有一个人 可是我们有两个 你 老女人 你玩鹰的 乔宇 刚才还叫人家大美女 现在就老女人 真是善变的小孩 现在 你可以回答了 老毒妇 终于找到你了 糟了 他们是谁 是毒四小队 与我们有一些矛盾 该死 一路上我明明很谨慎 为什么会被跟踪 老毒妇 终于让我逮到你了 老子今天就要打断你的素质 然后丢进山里 亲眼看着你被狼 一口口啃得干干净净 你对他做了什么 我把他给淹了 不愧是个婊子 现在都同时伺候两个男人了 哦 说你是贱人 都是抬举你 你就是一条下贱的魔狗 李秃子 你找死 哼 找死 今天死的只有你 天蝎 我已经完全摸清了你的手段 自然是做好了师祖的准备 是吗 虎已经解除了你们身上的毒素 我会拖住他们 你们先走 此事与你们无关 老二 哼 嘿嘿 老二的能力是进化 专门克制你的毒素 糟了 弄死他 有枪 不准动 不然下一发子弹 将会贯穿你们的头颅 天蝎姐姐 今天你可是欠了我们一个天大的人情呢 老大 先撤吧 这两个小子恐怕也是能力者 我们胜算不大 走 不能放过他们 杀 你们两个笨蛋 怎么 还要我们帮你杀人不成 都怪我 今日过后 你们也算是得罪了他们 这群人牙子必报 看样子 你们两个只能加入我们十二星团 才能保命了 其实 我有个更好的建议 你要听听看嘛 你不会是让姐姐我 加入你们吧 对 加入我们 你认真的 嗯 真是有意思的小孩 不过呢 姐姐可不会随便加入你们 你 没受伤 姐姐我的能力 可不仅仅仅是用毒呢 你又算计我们 怎么能就算计呢 漂亮的女人 天生就是会骗人的 真是本性哦 这次做姐姐欠你们一个人情 拜拜哟 人心险恶 亏大了 不仅被十二星团盯上 还得罪了另一个势力 唉 走吧 这里已经暴露 继续待下去 没有任何意义 嗯 啊 距离下一座深渊的出现 还有五天对吧 五天后 第四座深渊会出现在F室 看样子要提前过去了 就当作是大战之前的放松吧 唉 你看那边 我们要不要去看一眼 去嘛去嘛 来都来了 走吧 去看看也好 正好 也去看看有没有书中 曾经描述过的强者 会出现在这里 若是有的话 也可以尝试拉拢一番 二位好 请问是来报名的吗 只有得到能力的人 才能报名吗 当然不是 并不是拥有特殊的能力 才能加入 只要你拥有一定的特长 都可以参与考核 哦 对了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奇迹元 第六区的负责人 奇迹元 你看起来很吃惊 啊 你的名字和我一个朋友重名了 所以我有些惊讶 在书中 几乎所有的强者 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有着极为强大的能力 但也有少数人并没有能力 却依旧能够叱咬风云 其中最令人恐惧的 就是一名叫做奇迹元的男人 书中对奇迹元的描述并不多 只能通过资料设定 获取一些信息 奇迹元原本属于官方 浩英所在的城市被冤种摧毁 心灰意冷后 所建了自己的佣兵团 在前期 没有人知道奇迹元的能力 究竟是什么 大家只知道 这是一个能够创造奇迹的男人 多次带领自己的兵团 以弱胜强 最为震撼的一次 是同时击跪了三只六十一级的冤种 要知道在当时 就算最强的十二位能力者 都无法单独击败 五十级以上的冤种 不仅如此 奇迹元与十二位能力者中最强的一人 曾发生过冲突 以奇迹元大胜落下帷幕 从那以后 所有人都认为 奇迹元的能力 凌驾于所有人之上 甚至 一度被封为无冕王 直到小说的中后期 奇迹元被数百个小型兵团围攻 最终奇迹元的兵团全军覆灭 而奇迹元也在临死前 告诉了自己的队友 自己仅仅是一个没有能力的普通人 若是他能够加入我们 可以介绍一下这里吗 虽然我们没有能力 但是也想为保护家园 出一份力 当然可以 这样吧 二位请跟我来我的办公室 我会为二位详细地介绍 好 这里的防范很严密 除了内部有大量的武装人员 外面还有不少人隐藏在暗中 他们的防范的确很强 但我刚才已经用能力检测过 这里只有三位能力者 完全不是我们的对手 小四 是否锁定 已经锁定 豹子 随时可以发动袭击 倒计时五分钟 任务执行时间十五分 收到了 二位尝尝看 这是我最喜欢的茶叶 谢谢 但是我们不喜欢喝茶 看来二位的警惕心很强 那么我们也不要绕弯子了 你们 你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你们应该是能力者吧 而且来这里的目的 并不是报名 而你 毋庸置疑 你知道我是谁 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你真的只是和我个朋友成名了 我从小就有一种特殊的能力 或者说是直觉 我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表情 情绪 动作 走路的姿势 甚至是味道 察觉到一些普通人看不穿的东西 你不仅认识我 甚至很了解我 但奇怪的是 我并不认识你 所以我想知道 你究竟是谁 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这就是奇迹源吗 好强的压迫感 我知道 在这种关键时刻 你拘谨一些没有错 但是请相信我 我们真的只是普通人 我就知道 很多事情通过询问 并不能得到结论 既然如此 只能将你们转移给专门负责审讯的部门 你这是想困住我们 这是专门针对能力者设计的装置 就算能够击败三级渊主的能力者 都无法 确实挺硬的 不过对我来说 还差得点 我承认 我的确是能力者 但还是希望你相信我 我们绝对没有恶意 看亮子 他的能力应该是肉身强化 但是能够打破三级牢牢 他的能力应该属于四级 五级 现在 我也只能选择相信你们 毕竟如果你们想要对我做出什么 现在的我 是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 我长得那么像坏人吗 我 不是单纯的肉身强化 是可以抵御元素攻击的内心吗 身体会被招伤 看来并不能免疫元素攻击 本部遭受重火力袭击 本部遭受重火力袭击 请各部门做好应对准备 请各部门做好应对准备 相信我 这一切与我无关 我会帮助你们 但是 我需要你相信我 你的眼神证明了你从未说话 我选择相信你 对方有重火力武器 跟我去一楼大厅 不是吧 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做出应对 看来是我小瞧了你们 只可惜没有什么用 锁定 破坏 GO BOSS 压制成功 平动 竟然有人敢协计我们总部 一分钟 够了吗 偷儿 你有点小看我了 给我十秒 十 九 偷儿 你还真是 严谨 你们现在的行为 已经是恐怖行为 放弃抵抗 否则 我 我 小 小事了 十秒 刚刚好 射击 怪 怪物 怪物 多么美丽的画面 谢谢 分头行动 还有十四分 抓紧找到核心资料 小心 嘿 BOSS 情报有误 有新的能力者 对方似乎与我的能力相同 我想和他玩玩 别耽误太久 收到 宝破弹模式 结束 强袭狙击弹 上堂 你们是什么人 想必你就是这里的负责人吧 请容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约翰韦斯德 隶属于玫瑰舞曲 佣兵团 玫瑰舞曲 佣兵团 在小说里 没有描述过 关于美舞 佣兵团的资料 看样子 并不是什么 未来知名的佣兵团 是谁派你们来的 很抱歉 作为职业的佣兵团 我无法出卖 雇主的信息 嗯 想知道的话 就去地狱 询问撒旦吧 小心 对面有狙击手 太棒了 太棒了 居然有完全相同的能力 再给我更多的惊喜 那就让我看看 这一发子弹 你能否接得下 这一发子弹 与之前对碰的不一样 但是 我也是第五枪 小子 看样子 你遇到了旗鼓相当的对手啊 嘿嘿嘿 Boss 你未免太小看我了吧 我还有杀手锏呢 张霸天 我应该说是 你应该有什么 你应该有什么 我应该有什么 你还能不能 我应该有什么 你我应该有什么 我应该去 已经成功锁定目标,申请追击。 任务优先,申请驳回。 啊,可惜了,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同样的能力者。 这里应该是安全的。 很抱歉,在这种形式下,我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你的选择很对,只是你也有些小看了国家的特殊机构。 通知对能力者特中小队,立刻行动。 走吧,我们该回去了。 对能力者特中小队吗? 不,不可能,怎么会这样? 我们的能力为什么会失效? 你们究竟是什么怪物? 怪物? 该被称为怪物的,是你们才对。 队长,没能锁定对方举击手,那家伙,狡猾得很。 不过是一只被吓破胆子的老鼠,跑了就跑了。 怎么会这样? 明明我才是被上帝选中的人,明明我才是那个有才能的天才。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你果然不会让我失望。 老齐,刚才跑得挺快啊。 我来介绍一下,这家伙是黑豹,在对能力者特中小队的职位是,第六区的总队长。 原来他就是黑豹,七纪元荣兵团最强占领,与七纪元并肩战斗的废后的传奇男子。 来一根。 不了,不了。 小子,你认识我,没错吧? 第一次见。 奇迹园身边的人,都是什么怪物? 看样子,以后对表情管理这一块,还需要加强才行。 得了,我还有事处理,你们聊着。 对了,老齐,这俩小子我喜欢,记得分到我的部门。 黑豹的确是一名非常出色的战士。 你们二人,愿意加入我们吗? 如果国家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会尽全力帮助。 但是,我还是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很抱歉。 好吧,如果有一天你们改变了想法,随时可以来这里找我。 第六区的大门,始终为你们打开。 又要开始收拾烂摊子了,我就不陪你们了,请便。 有缘再见。 对了,下一座深渊,是四天后没错吧? 不是,是,你? 五天后,希望还能见到你们。 奇迹迹远,真是个怪物啊。 长廷,你说他会不会也和你一样? 和我一样吗? 是啊,我并不能证明,这世上只有我一个人是特殊的存在。 如果先知先学者,并非我一人呢。 不想了,还是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吧,奇迹远肯定盯上了下一座深渊,我们呢,该怎么做? 下一座深渊,绝对是我们的。 是啊,如果我并非最独特的存在,那么,我只有不断变强,强大到足以对抗一切的程度。 长廷,好像没希望了。 难受想哭啊。 好弟弟,开门了,是姐姐哟。 啊,这个声音。 没错,是她。 这女人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长廷,要怎么做? 你们两个小家伙,姐姐的耐心,要用完了? 臭小子们,好久不见了。 闪开。 你,你的死女人。 哎呀,别担心,姐姐今天来呢,只想要和你们,谈一笔交易。 交易? 你们好,天蜜蜜和这头大猩猩,想必你们都认识了。 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蜜欢,是十二星团的队长。 蜜欢? 队长,我早说让你换一个代号,看看,被一个矛头小子笑话了吧。 哈哈,我觉得挺好啊。 蜜欢? 小说中并没有提过这个名字,并不是能够搅动一方风云的大人物。 嗯,那接下来说正事。 今天零点,新的深渊将会出现,想必你们都知道了。 但是,深渊出现的位置,已经被严格控制起来,你们将据点选在这里,想必对目前的情况也十分清楚。 所以,你是想委托我们,帮助你夺取下一座的冤状。 完全正确。 我拒绝。 你还没有听到我给出的条件? 没有这个必要,想必你们也清楚,下一座深渊已经被完全控制起来。 无论是人数还是战力,就靠我们五个人,都没有任何的机会。 更何况,就算我们得手了,接下来将会面临什么? 是整个第六区的敌对,甚至是追杀? 不,或许不仅仅是第六区,我们将成为国家的敌人。 如此大的代价,我不清楚,你究竟能够拿出怎样的条件,才能说服我。 小子,你的确有些超出我的意料,不会是天蝎看重的人,你分析得很对。 以对抗国家为代价,的确需要一个十分惊人的条件,所以…… 臭小子,不知道这个够不够? 啊,张婷,这不是冤石吗? 这两枚冤石? 左手边的这枚,是身体强化的类型,与我们的能力相排斥,无法吸收。 至于这第二枚,他的主人,已经与你们接触过了。 是那名踢机手? 谁? 回答正确。 虽然干掉他也花费了一份工作,但是最终的结果,也算是令人满意的。 这两枚冤石,与你们的契合度可以说是百分之百。 那现在,可以考虑我们之间的交易了吗? 承听,这两枚冤石是怎么回事? 难道说,能力者被击杀后,得到的力量会重新变回冤石? 嗯,也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力者会返回冤石。 承听,机遇和风险都是并存的,我们要不要…… 你是嫌自己活得不够久吗?小心有命看,没命用。 很抱歉,我还是选择拒绝。 哎呀,你这小子真的是一点都不懂得变通啊。 两枚冤石摆在这里,你居然还不心动。 喂喂喂,你们不是吧,这样都不同意。 既然你们不愿意,我也不强求。 这枚狙击手的冤石,就送给你了,当个见面礼。 喂,队长,你…… 我闭嘴。 希望以后,可以有别的合作机会。 队长啊队长,有时候我真的想不懂,这可是一枚冤石,你就这样给出去了。 你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怎么样? 又或者说,他们两个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是朋友,战友,还是与我们一样,是队长与队员的关系? 队长,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有天蝎一半的脑子,我甚至愿意用一天不喝酒作为代价来交换。 走吧,很快你就会懂了。 呃,死女人,队长到底是什么意思? 哼,一个两个的。 有话就不能直说吗? 承亭,你说他们究竟是什么意思? 冤石这样稀有的东西,居然会直接给我们? 哼,就算是阴谋,我们也要毫不犹豫地接受。 对你而言,得到一枚同样属性的冤石可是非常困难的,抓紧时间吸收了吧。 我 啊 啊 成天啊,我们赚大了,原本我的阴眼能力只有两千米的视线,现在已经提升到三千米,而且出现了一个新的能力。 进化后的阴眼,会拥有一次锁定的能力,目标只要在五百米的范围内,无论躲在哪里,我都能清楚地看到,按照技能描述,甚至不会受到任何掩体的阻挡。 再配合我的武器,视力范围内百分百必重。 张天啊,我无敌了,哈哈哈哈哈哈。 好强大的第二能力。 早知道,就应该接受他们的委托,如果你也得到一枚同样的冤石,说不定能够进化出更厉害的技能。 我? 我的孤高之魂可以吸收所有类型的冤石,哼,还是先不告诉你了,免得打击到你。 十二星团应该不会放弃这座深渊,对吧?我们要提醒奇迹猿吗? 你觉得奇迹猿那样的怪物,需要我们来提醒吗? 也对,面对那样的怪物,十二星团恐怕讨不到任何的好处。 第五座深渊出现的时间会很长,似乎是有意让人类适应与习惯能力。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所以当第五座深渊出现的时候,我们必须拥有足够的力量来将其夺取,否则的话,我们只会越来越弱小。 可是,我们要怎么招募自己的队员呢? 现在想要招募奇迹猿,似乎不太可能。 似乎是于天蝎,算了算了,暮秋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暮秋的背景太强,而且依附于国家,恐怕也不太现实。 小说中还有谁可以快速招募呢? 想想,仔细想想。 我怎么把那个家伙忘了? 承宁啊,你有病啊。 是啊,我有病,居然忘记了这么重要的一件事。 这个人在书中,几乎是只提过一次,存在感十分薄弱,甚至连名字都没有,但是他的能力却非常强大,强大到后续继承他能力的家伙,成为了十二星团中的一员。 继承他能力的人曾经说过,自己是在第六区,也就是曾经的F氏得到的能力。 而且不止一次的怀念过,F氏的一家,名为希望的残障儿童救济中心,若是能够找到他,并且让他加入,绝对会是我们的一大占领。 只不过,也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得到这样的力量。 不管了,先去看看再说。 走,我们去个地方。 长廷,我们来这里要做什么? 我也不清楚,但愿没有白来。 追我,笨蛋。 你们好,请问二位来这里是? 是这样的,我们听说这里有一家福利机构,一直在照顾儿童,正好我也想进行一些投资,所以过来看看。 好好好,欢迎参观,欢迎参观。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朱飞,是这家福利机构的院长。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来来来,我们进去说。 朱飞,一个月的时间到了,该还钱了。 啊? 这,这,很抱歉,我先处理一下这件事情。 张老板,您再宽限我几天,我的福利机构一定能拿到投资。 一个月前,你也是这么说的。 您就相信我一次。 唱你娘的狗屁。 狗屁,今天连本带利,一百五十万。 要么拿钱,要么拿你这院子,抵债。 您最后相信我一次,真的。 我真的。 得了,你这破院子,守着这么好的地段,青山绿水, 拿来做一个小型的度假酒店多好。 你也别说了,从今天起,这院子,就是我的了。 去,把这院子里,那些小残疾,全都赶出去。 张老板,你未免太过分了。 怎么办,要帮忙吗? 再看看。 还不快去。 是。 我说过,我一定会还钱的。 张老板,你真的别太过分。 老子一开始,就没指望你能还钱。 今天这地,我拿定了。 还有那群残疾,妈的,早就看着不熟了。 一个个奇形怪状,晦气,影响老子的风水。 张老板,你别逼我。 逼你? 老子今天就逼你了,怎么着啊? 老板,老板,你怎么了? 老板犯病了,快,快送老板去医院。 承亭,他也是。 抱歉,伤二位先笑了,先喝口水。 你得到能力,多久了? 不,你说什么? 我不明白。 主飞,这个世界已经变了,我相信你比任何人都清楚。 我们的世界已经沦为了渊重的游乐园。 很快,世界的格局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有的法律,世界规则都会随之改变。 你掌握了一种非常强大的能力,或许你认为凭借这股力量能够守住你的福利人,能够保护这些孩子们。 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这不可能。 你不用怀疑,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 随着能力者越来越多,渊重的不断增强,仅凭你,根本无法保护这些孩子,无法保护你的福利人。 你究竟想说什么? 原来,这个目的又是什么? 你好,正式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长婷,这是我的好兄弟成羽。 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是希望你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一员。 你们,是国家机构的人? 不,我们不属于任何官方机构,你可以理解为,我们是一个小型的兵兵团。 兵兵团吗?那,加入你们,是不是意味着,会经常面临生命的危险,甚至,会牵连到外面的孩子? 是的。 那不行,我不可能。 加入我们,虽然会面临更多的危险,但相应的,也会得到更多的庇护,以及资源。 朱飞,你有没有想过,当法律被彻底颠覆的那一刻,当能力者泛滥成灾的那一刻,你会面临什么? 就比如,你刚才面对的张老板,现在你可以凭借你的能力,心而易举地搞定他,但是又能维持多久呢? 你拥有能力,张老板就不能够寻找有能力的人,先来与你对抗吗? 是,是,是,如果你真的想保护这些孩子,夹着我,我会答应你,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一定会保护好他们。 你让我想想,想一想。 不急,你仔细考虑一下,再给我答复。 口才不错啊,不过长廷,朱飞的能力究竟是什么? 他的能力,可以说是最恐怖的几种能力之一,名为梦魇。 梦魇? 嗯,梦魇是一种十分特殊的能力,可以通过直视对方的眼睛,从而将对方拖进自己,创造的梦境之中。 随着能力者不断地变强,梦境的构筑也会随之变强,而在梦境中受到的任何伤害,都会直接反映在原本的身体上。 所以,没事千万别惹他。 我的妈,这能力岂不是无敌了? 梦魇可以算是最强的几种能力之一,不过,也有着一个巨大的缺陷。 梦魇的使用者,必须与对方产生直接的目光接触,才能够触发梦魇的能力。 不仅如此,如果对方的精神力超过了使用者,甚至会引起反噬。 嗯,这么说,这个能力固然强大,但也存在着极高的风险。 一旦使用不善,反而会自食恶果。 喂,二叔,什么事? 这么快,太好了。 我们的秘密基地,完成了。 嗯,比预计的还要快。 我加入你们。 看来,你已经做出了决定。 你们说的没错,世界变了,仅靠我一个,根本没有办法保护好孩子们。 我只能,想希望寄托在你们的身上。 我对你的承诺,我一定会做到。 现在,正是欢迎你加入我们。 那个,我们的英兵团,叫什么名字? 是啊,畅亭,你还没起名字呢。 呃,叫什么了? 让我想想。 有了,就叫做,仙决英兵团。 院长,邪家会有玩具吗? 院长,院长,我饿了。 再坚持一下,很快就到了。 到了? 哇,这就是我们的基地。 哈哈,漂亮啊,快过来。 慢点,慢点,慢点。 二叔。 那个,来了呀。 二叔,你干得太棒了。 不过切记,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队长大人也不是什么好人。 二叔,你怎么出了一身汗? 岁数大了,要记得保养。 你都虚成什么样子了? 哦,呃,啊? 全部停下! 长庄庭,怎么了? 长庭,怎么了? 还不说吗? 二叔,你…… 我,我也是被逼的,不怪我是,不怪我是。 是,是他们,是他们,是他们自己招来的。 惊不惊喜? 果然和我猜的没错,你要那么多钱是要成立自己的佣兵团,基地位置选得不错,打探这个位置可费了我不少功夫呢。 木桥,下次可别这样了。 人吓人,吓死人了。 你都准备成立自己的佣兵团了,还会被别人吓到吗? 木丘,我刚才差点就给你一枪了。 哎,他是你们的新成员吗?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朱飞。 这位是木丘。 不错嘛,现在我们佣兵团已经有四位成员了。 哎? 还愣着干嘛,我们进去说。 这是怎么个情况来? 我也不清楚。 别乱跑,别乱跑,慢点,慢点。 走,带你们去看看我们的作战会议室。 我的妈呀,这是我二叔干的。 想什么呢? 这都是我添置的,算是我借给你们的,以后要还哦。 木丘,你这究竟是…… 我想过了,跟着家里的确不自由,没意思,所以我决定加入你们。 你们放心,以后所有的经费军火,我全包。 成天人,我觉得木丘很有潜质,让他加入我们吧。 木丘背靠国家,拥有着大量的武装,以及几乎无穷的资源。 如果木丘加入,的确可以快速补习佣兵团的军薪。 而且木丘本身也是全元素能力者,善力非常强大。 但是他的身份,毕竟,还是有些敏感。 你还犹豫什么? 看你沉默那么久,我就当你默认了。 队长,以后请多指教。 快同意啊。 唉,欢迎你加入仙卷佣兵团。 仙卷,我还以为你会起一个类似于天下无敌的名字呢。 我有这么用素吗? 走吧,我带你们去看一样东西,绝对是惊喜啊。 乖一点,乖一点。 孩子们有点兴奋,好不容易才抓到。 哇,真可爱。 现在我们基地还有这些孩子,应该在招募一些后勤人员。 这些事情就交给我吧,你们做我不放心。 多谢,多谢。 不用客气,身为副队长,这都是应该的。 多谢副队长,多谢副队长。 走吧。 我们先把这些孩子安顿起来,然后带你们去看惊喜。 这就是,她的感觉。 好感动啊。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时间太紧了,还没来及升级系统,只能先与杨空亲应付一下。 不过,不要经营这些细节了。 这是。 我的妈呀,这是我们的训练场吗? 那是。 和奇迹源使用的,似乎一样。 这是国家最新研制的机械外骨骼,而且是第二代的最新款哟。 可以说,一个经历过普通训练的士兵使用这一套外骨骼之后,甚至可以和能力者短时间作战,而不落下风。 第二代的机械外骨骼,不仅能够大幅度强化使用者的速度、力量,还内置了高峰压装置、电击以及麻醉等功能。 不仅如此,第三代已经在研制,一旦成功,我们将会第一时间拥有。 大佬,瘦小弟一败! 可惜,对能力者的抑制器是属于国家核心机密,就连我也拿不到。 对能力者的抑制器嘛,前期或许是非常有用的,但当深渊等级达到十级,能力者的能力也随之提升后,抑制器只是一个小玩具罢了。 这是什么? 别碰! 我操,什么玩意儿,吓死老子了! 这是模拟激发装置,是用来训练反应能力的。 他们好像很不专业的样子,我现在退出还来得及吗? 我亲爱的队长,需要我外聘一名专业的教官来对我们进行训练吗? 你说的是白衣吗? 当然不是,这个人可以说是白衣的教官,也是我们家族的总教官。 可以信任吗?会不会牵扯到? 放心吧,绝对值得信任。 因为他可是我的干爷爷呢,已经退休很多年了。 既然这样,那就拜托他老人家了。 好嘞,我这就让他过来。 明天就到,我干爷爷说了让我们今天好好休息。 从明天开始,迎接我们的就是地狱模式的训练咯。 地狱训练? 干爷爷,你这儿怎么回事? 哟,小家伙们,早上好。 哎,这位老爷子能行吗?你看他都瘸了。 呃,呃,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手也断了。 你是不是又偷偷去钓鱼了? 干爷爷就这点爱好,本来一切都好好的。 谁知道,谁知道被你干奶奶发现了,一着急就滚到河沟里去了。 我的天哪。 没关系,特许你们几个小娃娃,一条胳膊一条腿够了,免得不小心弄伤你们。 老爷子,你这话说的未免有些太自大了吧。 老爷子,你也应该知道了,我们已经不是普通的人了,您…… 看爷爷说的也是有道理的,你们别看他现在很不靠谱,但是对付我们,一条胳膊一条腿真的够用了。 哼,我不相信。 哎哟,现在的年轻人一个个傲气得很啊。 来来来,你小子,过来,让老头,我给你露两手。 老爷子,我虽然不是强化系的能力,但是现在的身体素质也远远超过了一般的人,你真要试试看了吗? 来,打我。 好嘞。 嘿。 你在干什么,我让你打我。 你就放心出手吧,干爷爷不会有事的。 哎,哈哈哈哈,老爷子,那我可真出手了。 快来。 老爷子,小心了。 啊? 哎哟,你,你这老头不讲武的,你偷袭。 是你的速度太慢了。 让我来试试。 老爷子,我的能力是肉身强化,我会先使用玉城的力量,免得不小心伤了您。 随便你,小子。 啊? 奇怪,这是怎么回事? 来,继续。 老爷子,接下来,三成地。 好硬的关节,真不愧是拥有能力的人。 成亭,别放水了。 这老爷子真不简单,我现在还疼着呢。 老爷子,接下来,全力的一拳,你小心一点。 来吧。 小屁,麻木了。 这老爷子,真的只是普通人吗? 哎哟哟哟,我的手啊! 你小子,你小子还真用全力啊! 你个能力者也不让着我点! 疼死我了! 老爷子,你这是什么手法? 这么快就恢复行动能力了。 这小子,不得了。 怎么样,这会儿,服了我老头了吧? 老爷子,厉害! 看到了吧? 我就说我干夜还是很厉害的。 你不知道,我干夜还没退伍的时候,那可是……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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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爷子,我也服了。 您这一手真厉害,快教教我们。 这可是我独门绝技,想学会是很难的。 不过只是学到一些皮毛,也够你们用一段时间了。 方才这门手法是专门针对关节、穴位的一种搏击技巧。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让对手失去行动的能力。 你们虽然都有能力,但日后也避免不了近身肉搏。 若是掌握了这门技巧,对你们而言,绝对是极大的增加了活命和胜利的机会。 老爷子,接下来的时间就有劳您了。 老爷子,拜托了。 接下来的特训,可是极为辛苦的。 那么,现在,开始! 开始! 开始! 。 终于结束了。 母舅,今晚吃什么? 说过很多次了,要叫我副队长大人。 朱飞,晚上吃什么? 我,我现在这样吐,长天,晚上吃什么? 那就泡个面吧。 这些孩子,远比我想的更具有天赋。 尤其是这个小子,简直就是天中的练武奇才。 呃,就是蠢了点。 长天,是谁的电话? 这位,我们的佣兵团即将迎来第一个任务。 即将迎来第一个任务。 啊?这么快? 您小子可以的,偷偷摸摸都开始接任务了。 这段时间,你们的格斗技巧进步很大。 但切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必须小心行事。 老了,老头子,我就去吃饭了,不打扰你们置顶战术。 哈哈哈哈。 奶奶的,这群小王八毒子,真狠啊。 长天,快点说说是什么任务? 是奇迹员的委托。 诶,奇迹员? 奇迹员? 他不是第六区的总负责人吗? 为什么会向你发起委托? 就连奇迹员都搞不定的事情,会不会特别危险? 具体的委托情况,我还不清楚。 走吧,奇迹员已经在总部等着我们了。 出发。 各位,拜托了,事关我第六区的荣耀,请各位鼎力相助。 奇迹员,你是不是在逗我们? 这种事情你也好意思找游民团帮忙。 这个,最近遇到很多事。 前段时间征服深渊的时候,一个叫做十二星团的佣兵团,令我们损失惨重。 后面又陆陆续续遭遇了几次偷袭。 现在我们第六区的能力这所剩无几。 寻找其他的佣兵团,我又不放心。 所以,拜托你们了。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这个委托,我接受。 只不过,除了你给出的酬劳,我还需要再加一跳。 你说。 十二星团的人,我希望能够将他们带走。 这恐怕有一些难度。 这样吧,我可以让你带走其中一人。 反正你的本意,也只是那一个人而已。 果然,你早就调查过了。 奇迹员那奇迹员,我一定要让你加入仙剧佣兵团。 走吧,带我去见见他。 快,快点,快带走。 今天是黑豹亲自出入审讯。 快点,晚了就来不及了。 怎么样,那几个家伙现在还没说吗? 队长,那几个人都是听受过专业训练的,问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把门打开,我亲自审讯。 我倒要看看他们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骂的,快放老子出去。 有本事就像个男人一样,真刀真枪的比一场。 用这些肮脏的手段算什么? 听见没有,快放老子出去。 老子再和你说话,放老子出去啊。 好吧好吧,打开门,放他们出来。 是,队长。 老子要杀了你。 叫啊,怎么不叫了? 有本事,把那破装置也解除掉。 还有,你用枪,算什么男人? 是你说要真刀真枪的比一场。 老子用枪有什么问题啊? 况且你只说放你出来,可没说要解除装置。 你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我本身就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我同样也是一个没什么耐心的人。 我只给你三秒钟,把你知道的一切说出来。 一、二。 看来你还是不说,记住,杀你的人是第六区特种部队的总队长。 黑豹住手。 无聊,老齐验,你总是在我最开心的地方打断我。 这样下去,我可是会被你玩坏的。 别说了,你真的很恶心。 小弟弟,我们又见面了,真巧。 哦,一段时间没见,你的规模已经壮大到这个程度了。 穆秋,你和他们混在一起,你家老爷子不会有意见吗? 不会的,这些都是我爸同意的。 那还是要注意安全,你可是穆家的小祖宗,真要是出了事,我也要跟着遭罪的,替我和师父问个好。 他师父,不会就是老爷子吧? 黑豹算是干爷爷交出来,最差的一批学生了。 叫你炒。 出来吧。 好弟弟,我就知道,你不会对姐姐见死不救的。 喂,说话就说话,不要动手动脚。 难怪你对姐姐无动于衷,原来是有了小女朋友。 她是我的队友。 是你的副队长。 好好好,我懂的。 那,我就先走了,亲爱的队长,还有大星星,拜拜。 哇,你这样真的好吗? 我的能力并不弱,加入你们的佣兵团, 绝对是巨大的提升。 算是这个样子。 她值得信任吗? 我相信她。 你就是看人家长得漂亮。 诸位,第一区的人明天就会抵达。 今天大家可以自行休息调整。 休息的地方我已经准备好,她就在门外候命。 明日,就全都仰仗诸位了。 放心吧,我们会尽力的。 那我先走一步,各位请自便。 好弟弟,我们的具体任务是什么呀? 姐姐我可还不知道呢。 这次奇迹园的委托,是希望我们能够以第六区的身份, 与来自第一区的能力者进行一场比试。 第一区和第六区不都是官方组织的吗? 为什么会有比试? 还有,第六区的能力者呢? 你还好意思说啊。 第六区的能力者确实比较弱。 正是因为第一区与第六区同属官方, 所以才会选择比较和平的比赌规则, 来决定下一座深渊的归属权。 那要是我们赢了,有什么好处? 奇迹园答应我们, 如果下一座深渊拥有两只以上的渊症, 其中一半的渊石会作为我们的报酬。 如果是单数, 那么多出来的有奇迹园所有。 至于补偿, 奇迹园会在一定程度内 让我们拥有第六区内的行动自由权。 下一座深渊可不仅仅是两只渊症, 而是足足够六只。 虽然行动自由权同样重要, 但比起渊石依旧是微不足道。 不,不愧是队长, 太棒了。 还好,还好吧。 诸位, 明日是我们先决佣兵团的第一仗, 一定要打得漂亮。 是。 第六区的总部, 不过如此。 龙涛, 好久不见。 奇迹园, 我可不是来和你套镜吗? 下一座深渊, 必定是我们第一区所有。 这就是你们第六区的能力是吧, 一群歪刮裂草。 奇迹园, 我劝你还是直接放弃吧, 否则待会儿, 脸会很疼。 龙涛, 我们都认识十年了, 从中央军校的时候开始, 你就从未赢功, 这次也是一样。 奇迹园, 以前赢不了你, 是因为你有黑豹所搭档, 而我一直是孤军奋战, 但现在不同, 我不仅成为了能力者, 我还拥有整个国家最强的能力者。 你呢, 你还是普通人吧, 仅仅是这一块, 我已经赢了你太多。 是是是是, 你赢了我太多, 希望今天, 你还能赢。 最强的能力者啊。 正好, 双方都是武力能力者, 一对一桃太子, 谁先拿到三分, 就算谁赢, 如何? 很好的规则, 我同意。 走吧, 还等什么? 随我来。 这是对方的能力, 不愧是你。 知己知彼, 方才百战不殆。 喂, 还在研究战术上? 体着, 谁先来啊? 初飞, 你来。 我? 我行吗? 这家伙叫张正, 能力是制造环境, 刚好被你的能力梦言所克制。 放心大胆的上, 您会赢得很轻松。 好。 双方比试, 不允许杀人, 一方失去战斗能力或者投降, 就算输。 小子, 你行吗? 我, 我行。 现在, 开始。 胜负已分, 只要与张正对视一眼, 就会落入张正所制造的环境中。 胜负, 就是如此急促。 老, 老大, 事情好像不太对。 张正, 张正, 喂, 你怎么了? 救命, 救命啊! 的确赢得很轻松。 齐静云, 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这么卑鄙, 调查我们, 不议针对是吗? 这可是当年学校军事战术会的基本条求, 难怪你当年挂科了。 那可, 王天蕾, 下一个以上。 干得漂亮, 朱飞的能力, 果然是精神性, 而且比寻常的制造环境更强。 王天蕾, 第一区最强能力者, 具体能力不强, 一次肉身强化戏, 一次肉身强化戏, 小心了! 齐静云, 就算你的情报系统再强, 也不会知道王天蕾真正的能力, 所有人, 都会以为他只是单纯的强化戏, 但是, 王天蕾, 可是强化戏能力者, 特性。 开始吧, 这么弱的吗? 陈天? 干得漂亮! 我还以为, 他会给好弟弟, 造成一些麻烦呢? 再来! 再来! 是错觉吗? 从感觉我变弱了? 这一腿, 应该足以让他失去战斗能力才对! 怎么了? 长亭, 别玩了, 你这样只会浪费时间, 搞定他! 奇怪, 你们有没有发现, 对面越来越强了? 不是对面变强了, 是长亭, 比较弱。 小子, 打了这么久, 也该我出手了, 小子, 你就只会躲吗? 刚才的事实到哪里去了? 我的身体能力越来越弱了, 他的能力可以确定, 并不是强化戏, 而是类似掠夺, 只要我触碰到了他的身体, 我的力量就会被夺走, 从而转移到他的身上, 糟了, 对面的能力, 或许是类似能力模出, 或者能力掠夺, 长亭, 认输吧? 听到了吗, 小子, 认输吧, 面对王天雷, 你没有任何胜算, 或许你也猜到了, 我的能力是掠夺, 每一次的交手, 我都能够掠夺你一成的力量, 从而转化成为我的肚气, 现在的你, 没有任何胜算, 长亭, 认输吧, 安全第一, 真该死, 被克制了, 你还真是我的克星, 但是, 胜利, 终究还是属于我的, 哦, 用武器嘛, 的确是个很好的策略, 但现在的你, 能够集中我吗? 猎神之剑, 能够让我的肉身, 再一次的强化一倍, 应该足以集中它, 试试看, 而真正决定胜负的, 是帝神之剑的被弹能力, 就是, 就凭现在的你, 看来你的队长没有教过你, 任何时候都不能轻敌, 没有想到, 你还有这样的力量与速度, 不过, 你以为这样的伤口对我会有影响吗? 而且, 你还真是一点脑子都没有, 你刚才, 又碰到我了, 对吧? 小弟弟, 怎么不找记性呢? 为什么你们一点都不着急? 因为, 胜负已定了。 这小子的武器有毒对吧? 你们以为只要击中王天雷, 就能获得胜利? 王天雷, 结束比赛吧。 小子, 就算你的武器脆了毒, 但一样无法改变战局, 因为我的斗气, 可以一定程度地驱散毒素。 哎呀, 现在的你, 和三四的小孩儿没什么区别, 结束了。 就是现在。 想不到你还会使用这样的关节剂, 只可惜, 就凭你现在的身体能力, 根本对我造不成伤害, 投降吧。 看样子, 是王天雷影了。 是啊, 对面的小子站都站不稳了, 恐怕只需要一拳就能结束比赛。 不, 不对, 队长, 怎么了? 从刚才开始, 就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 他又说不上是什么。 王天雷, 没时间解释了, 一拳, 一拳解决那小子, 老子他妈的没和你开玩笑, 这些命令。 收到, 这就解决了他。 你已经输了。 我, 我这是怎么了? 冲毒了, 不可能, 王天雷的斗气明明可以。 家库就不是什么狗屁的毒素, 是流血, 流血啊。 王天雷这个蠢酷, 是不觉之间, 已经失血过多了。 你们的团队中, 有上场治疗的人吗? 如果没有, 最好尽快将他送去治疗。 咱们就失败了。 这回事儿就出来了。 可以了。 这下 windows, 啊。 来 她看起来好强 别看姐姐 姐姐也害怕 少英 能力是 好影啊 这一场恐怕会十分艰难 不可能 木秋和天蝎姐姐 肯定可以搞定她 我没想到 她的能力竟然这么强 投影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 要比木秋的元素掌控更加恐怖 投影是一种极为特殊的能力 使用者能够根据自己 对物品的集中度 想象程度 投影出实体 而投影出物体的强度 取决于使用者的精神力 及身体素质 看她的样子 精神力以及肉体都很强 她总不能投影出导弹吧 还真的可以 小说中 就有一名投影能力者 在作品的前中期 就能够投影出了一枚核弹 直接摧毁了一整座城市 要打就打 不打就认输 不用默默积极地浪费时间 我来吧 奇迹员 又搞什么药蛾子 出了什么事 龙涛 这次的比试暂且结束吧 唉 来了个关系户 上层直接下达了明确的要求 这一次的深渊 要给他们 是哪个傻逼 老子要去弄死他 白忙活了 亏本的买卖哦 那个关系户 是谁 木秋 如果只是一个人 我相信他的关系 一定是不如你的 但麻烦的是 这次不仅仅是我们国家的人 这其中还有两名外国的成员 似乎是与我们的领导人 达成了某些合作 所以这一座深渊 就是合作的筹码 这次是我做的不够好 我会给你们相应的补偿 对了 我劝你也不要有别的想法 不过 如果你真想做些什么 我也没有权利干涉你 哦 这样吗 成员 这一次又有一场硬仗了 是啊 这座深渊 我们必须要得到 是你 嗯 下一次的深渊讨伐 会与你们一起 如果有精神性的渊石 要给我 哎 你 你 你不是第一区的人吗 我想你是误会了 对于下一座深渊 我们第六区没有任何兴趣 墨秋说的没错 我们第六区会坚定地执行上层的命令 不会参与这次深渊的争夺 哼 别装了 你们根本就不是第六区收编的能力者 同样 我也并非第一区的人 啊 奇迹园给你的情报上没有写吗 我只是第一区的临时工而已 我和少阴姐姐都是龙涛临时雇佣的佣兵 本来还以为接了个肥柴 没想到却是白跑了一趟 现在国家已经精确地掌握了 预知深渊出现的方法 如果不能再得到渊石进行进化 很快 我们这样独立的能力者将会非常被动 想要夺取下一座深渊 就凭你们五个人是远远不够的 根据我的情报 你们的团队中根本没有治疗能力者 也缺少像我这样能够快速压制对面的能力 所以接受我的合作申请吗 如果她说的是真的 他们并非第一区的人 那她的提议的确值得考虑 但若这是骗局呢 这是我能拿到的所有资料 或许对你们有帮助 深渊开启的那天 我会在附近 到时希望你能够做出合理的判断与决定 我们走喽 少姐姐 你说对方会同意吗 我相信 他们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大家都给我搭起精神来 一只苍蝇都不能飞进去 听懂了吗 是 果然 最终还是选择了与她合作 但这绝对是一笔划算的交易 少赢给我的资料中 不仅记载了今晚会出现的所有能力者情报 更是有着对方的军事部署图 也正是因为这样 我们才能趁着士兵换岗的瞬间 找到机会 混入其中 那些怪物 等会儿就会从这个符号里面出来吗 少爷 等下您只需要在这里等着 这全能力者会将怪兽杀掉 这样的话 您也会得到这样的能力 喂 都给我听好了 等会儿不要杀掉怪兽 要让我亲手来 懂了吗 少爷 太危险了 您还是躲远一点吧 你只是我们家养的一条狗 主人的命令是绝对的 明白了吗 是啊 少爷 我知道了 很好 好 接下来就等着时间到了 啊 太厉害了 啊 六只人种 阵型不要乱 按照既定的计划行动 第一轮进攻 太棒了 就是这样 把他们传达了 第二轮进攻 开始 数量多又怎么样 也不过如此 第三轮总攻 开始 里面的战斗似乎很激烈 我们要不要 不急 再等等 这一次的冤冲 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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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搞什么 打了半圈 一点效果都没有 我命令你 赶紧搞定他们 不要耽误了我得到能力 这是一群废物 没听到少爷的话吗 还不快点搞定他们 啊 啊 我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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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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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 治疗啊 控制 快点重新启动控制 啊 啊 啊 救命啊 救命啊 我不要能力了 快带我离开这里 我 touch 嗨 嗨 你救我呀 你们去知道 去知道呀 还有他们 还有他们 是他们攻击你们 你们去找他们 好安静 难道他们已经将冤状解决了 恐怕被解决的不是冤状 奇怪 怎么没动静了 所有人随我进去看看 吐死了 呃 哈哈哈哈 吐死了 怪物呢 鸥 别抢 收到 还不跑 没有任何一支 有受伤的痕迹 这群冤者 竟然无伤就全剑的 那些能力者 一群没用的家伙 少银姐姐 放心吧 我会保护好你的 承亭 我们要打吗 还是先撤退 到手的冤者 怎么能放弃呢 当然是 目标 全剑 马杰 看来 你的猜测是对的 奇迹园那家伙 绝对不会轻轻松松 就让我们获取 这座深渊的 只有那个蠢胖子 才会傻乎乎的 上去送死 有把握 全剑对面吗 没问题 好嘞 就让他们先打一会儿 然后 接收战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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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